你有没有任性 你一回来我就说跟他断了 说不说得清啊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断的样子 那怎么样算断呢 辞退 眼不见为尽 你们总裁在哪里啊 总裁 总裁在总裁办公室呀 我也是总裁 我是问办公室在哪 出门 直走 右拐就到了 行 颜总 吕总 辞退 就辞退 立即生效 以后我养赵子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以后我养他 终于承认了 我不要人养 我要工作 你少了这趟 回去跟他过日子 吕总 我有男朋友的 要总从来就跟我没关系 男朋友 谁呀 徐天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严若正 你知道你还辞退他 公报私仇啊 这句话说跟你听刚好吧 赵子慧 出去 吕总 你已经被辞退了 出去 吕总 死你个大头鬼 死你个大头鬼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 辞退员工必须提前三个月通知 无显易经照常上 就这回啊 要打官司的知道了 请问你是谁啊 我徐天妈妈 她叫我阿姨 对不起 请您出去 要不然啊 我叫保安了 我说完再叫 你们两个像不像领导啊 你们下了班回去关起门来 想怎么吃醋 怎么闹 没人管你们 把人家一个小姑娘 加在中间搞来搞去的 人家都说了 跟姓妍的没关系 人家就想挣钱吃饭 真是莫名其妙 怎么 写字楼的人就这么不讲理吗 写字楼的人 石头 严若周 你少拿眼睛瞟我 我今天本来也是要找你的 赵紫辉的情况我都了解 你这算是上级利用职权骚扰下级 你问都不问人家 你张口就要养 你当好意 人家当晦气呢 怪不得你前期要和赵紫辉 退过不去 前妻 吕总裁 是吗 我告诉你 我也是总裁 你不要以为人家小姑娘 在上海没朋友 徐天 把赵紫辉带走 辞退了是不是 是 三个月生效 明天照常来上班 走 吕总 你婆婆可能不太了解了 回去自己看一看YDH的聘用合同 辞退生效一个月 明天周末不用来 周一可以照常上班 各自 徐天 吧 嗯 冷 啊 那 也来 他来 赵紫辉带 他来 在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是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